所以张海这个名字似乎已经是个过去式了 可是熟悉中国足球的朋友也一定会记得的 当年他曾经入主建立宝之后 注资深圳足球成立深圳建立宝队 后来深圳建立宝队在中超元年 就是中超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冠军 可是和这个脚前脚后 张海由于侵吞建立宝的资金 已经被立案调查 在2007年2月份的时候 对张海进行一审 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 那么这个张海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张海说起来比较神 当年他曾经14岁的时候 就自称自己有特异功能 能让树叶变大变小 能发工给人治病等等 等到后来全国范围内打假气功 张海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资本大鳄 在25岁就成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28岁的时候利用三个亿的资金 操控了建立宝 入主建立宝 成为建立宝集团的董事长 过去建立宝是个诺亚方舟 我现在希望它变成一个航空运舰 但是后来因为侵吞建立宝的资金 以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罪 被判了15年 然后又因为有立宝表现 在二审的时候改判成10年 轰动玉石的任立宝 原董事长张海一案 昨天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中审判决 张海因为在狱中检举有功 检刑5年 最终被判处10年有期处刑 最后进了监狱以后 在一年之内两次有立宫表现 最后又减了他四年 仅仅在监狱里待了 2011年的时候 他出狱了 有媒体记者采访的 他的家人都说 他不想被大家记住 大家还是忘了他 之后这个人就不知所踪了 那么说相关方面公布他 当年这是贾力公获得的检刑 他的证据何在呢 这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 当时广东韶管的法院 通报了一个案件 这个案件呢 是针对佛山看守所的原副所长 罗某人 在他身上发生的事 由于挖掘他身上一些受贿的罪行 把这个事给带出来了 当时法院是怎么通告的呢 说在2007年之前 2006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说监狱里有一个犯人叫张宝 说当时这个张宝的律师呢 找到这个看守所这个罗某人 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你给我们这个犯人呢 提供点这个立功的线索 然后他给了这罗某人三万块钱 这不是行贿吗 结果这罗某人呢 就把一条涉嫌抢劫的这样一个线索 给了他 然后呢 这个律师呢 又告诉这个里边的张宝 把张宝呢 调到和这个犯罪嫌疑人 在一个街号待着 然后呢 就说他近距离观察 发现了这个人身上有抢劫犯罪的这些线索 然后举报 这其实是比较地道的贾力功 然后把这个报上去之后 这个张宝就减行了 耐人学位的是呢 这个公开公布的材料里边呢 没提张海还叫张宝 我们都知道未成年人 咱应该保护他也死 可是这里边张海1974年生人 这时候已经30多了 早就不是未成年人了 他又不涉及到重大的机密 为什么把他的名字引去 采用个画面呢 这不就得让人浮想脸片 那么他后来到了监狱里服刑呢 又两次重大立功 然后减了四年 一次两年 最后蹲了六年就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说他这个是假立功呢 我们看呢 这里边张海充当的角色呢 我们管他叫玉真耳目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分析浙江张高平书直 那个冤案当中就提到过 这书直两个人呢 被一个叫袁联芳的玉真耳目给害了 这玉真耳目通过跟他一个监号 然后对他刑讯逼供 最后呢 把这个口供递上去 结果就张高平书直 就说他们强奸杀人 这是个冤案 那么这里边张海充当的角色 其实就是玉真耳目 玉真耳目呢 就是在我们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呀 警方呢 用犯人来监视犯人 然后获得一些线索 这样的监视犯人的犯人 我们管他叫玉真耳目 那么这个玉真耳目 现在来看呢 你比方说调查权 这只能是掌握公权力的公安部门去行使 检查部门行使 那么你犯人 你别说是犯人 就普通没犯罪的人 你也没有随随便便的侦查的权力 调查人的权力 你没有这样的权力 另外一个是玉真耳目的使用的 这个过程当中 即使你有检举行为 你也必须是你自己亲自发现的 那么在这方面 什么样的检举是有效的 什么样的检举叫立功 我们看相关的法律 有明确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68条第一款的规定 犯罪分子到案后 要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 揭发同案犯 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 经查证数时 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 经查证数时 阻止他人犯罪活动 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 具有其他优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 应当认定为 有立功表现 为规范立功的认定标准 2010年12月23日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 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 进一步对立功线索来源做出了具体认定 犯罪分子通过汇买 暴力 胁迫等非法手段 或者被羁押后 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 违反监管规定 获取他人犯罪线索 并检举揭发的 不能认定为 有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将本人 以往查办犯罪职务活动中掌握的 或者同富有查办犯罪 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 获取的他人犯罪线索 予以检举揭发的 不能认定为 有立功表现 犯罪分子亲友 为使犯罪分子立功 向司法机关提供他人犯罪线索 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的 不能认定为 犯罪分子 有立功表现 大家通过刚才我们看到这规定 可以看出 这种立功 一定是你自己本人的行为 你如果要是 其他人给你提供的 亲友从别人地方弄来的 哪怕是他们调查出来的 再告诉你 这都不算 必须是你自己 这才可以 所以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 是律师找到看守所的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其实是等于把犯罪线索 卖给了张海这一方 然后这律师又告诉张海 那么这个过程远远就超出正常立功的范围 所以张海这是绝对的假立功 那么我们再看后边的减刑 它也和相关的法律条文冲突 那么减刑呢 如果是立功表现 你不可能一年获得两次减刑 只有重大立功表现 一年才获得两次减刑 自发解释有个规定 就是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不受这个时间限制 重大立功表现本身就是构成减刑的适用 那一般的就是检举揭发重大的案发 或者是有其他的重大贡献 比如说舍己救人之类的 立功的要求非常之高 而且更要命的是呢 后边前面我们看 他说在假立功怎么怎么的 预真人目获得线索 这已经公开了 但是后边他在监狱里 两次重大立功 减了四年 到底是立了什么功 现在不知道 相关方面也没有通报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就违背了相关的公开原则 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就记住一点 被人没好事 好事不被人 如果这个事不敢公开 那就说明背后一定有事 所以现在呢 相关部门在调查张海这个 假立功 以及减刑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呢 前面我说 有意识的把这个张海名字 画成张宝 被遮藏起来 而且在这么长时间内呢 已经提早发现 他这个立功啊 有问题 可是一直到今天1月10号 才正式立案调查 再一调查 张海已经跑了 不知道跑哪去了 那么以前干嘛去了呢 这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张海案 撕开 假立功黑洞 为什么 有人千方百计 要握住 假立功 这根救命稻草 走向 假立功之门 只需迈出 哪几步 此行便撕缓 此话便无期 无期便有期 此法减刑的背后 究竟存在着哪些漏洞 老良官世界 雅立功是怎样成功的 稍后 播出 稍后继续为您播放 老良官世界 一位身份复杂的传奇人物 三次疑点重重的立功减刑 从一审判决15年到二审改判10年 从服刑10年到再减刑4年 公安 法院 监狱 重重兼审门槛 为何一一失效 曾经的气功大师 资本大鳄 用怎样的手段 研究自己的多面人生 假立功 曾减刑 暴露了怎样的漏洞 聚焦立功与减刑 汉求 公平与正义 老良官世界 为您深度解析 假立功 是怎样成功的 有很多朋友说 你看这又立功又减刑的 这让公监法领域的一些腐败分子 不就有寻租的余地了吗 其实立功减刑有它合理的地方 立功是着眼于破案 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破案经费不够 自己调查费劲 有时候要依赖犯罪分子检举同伙 或者检举同案的 所以立功是着眼于破案 减刑它是着眼于改造 就说你这个犯人前面判多少年 他只能证明你前面犯罪该受到的惩罚 可是你进了监狱以后 你要改造的好 也应该给你减刑 它是不是你以前的事 而是你今后的表现 这体现我们司法一个原则 有功必奖 有过必法 减刑是他改造的一个动力 他们在改造中间所追求的 就是定导的能够合法的走出监狱 减刑的动力 减刑的动力 孩子老婆仍然争论 孩子出于监狱以后仍然有个假 所以立功和减刑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社会主义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体现了一定的公平性 但是问题就在于 掌握权力的是什么人 行使这种权力的要经过哪些程序 如果这个程序本身不合理不合法 那么最终一定会出现问题 很快就很快 都可以打算 就是最终的 有精力的